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可以拿着你准备的材料和你的个人证件到移民局进行续签 其实这个过程并不复杂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需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续签一定要做好时间规划 那以我这次续签为例吧 我是9月中下旬的时候检查自己的护照 发现我的签证在11月上旬就会过期 所以说9月底的时候我就赶紧联系了辅导员 让辅导员为我准备这些留学续签需要用的材料 我本来以为10月底我就会拿到这些材料 可是一直拖到10月初我才拿到这些材料 这中间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其实也是非常漫长的 而且再晚两三天的话 我的签证就过期了 我就会面临罚款了 对于签证过期这个问题呢 泰国移民局的这个罚款标准是每天500泰铢 折合成人民币就是100块钱 那小伙伴们如果签证过期了以后 也不要太着急 不用担心这个移民局会一下子罚你好几万泰铢 因为不管是对于签证到期还是90天报道来讲 它的罚款都有一个上限 像90天报道 它的罚款上限是2000泰铢 那这个签证过期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罚款的上限就是2万泰铢 也就是说不管你的签证过期了多少天 它这个罚款都会有一个封顶 不会这样无限期的给你罚选取 所以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恐慌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时间规划 希望所有即将复态留学的小伙伴都能够一切顺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